大家好,今天11月8日星期三 大家好似认为市会和多拖拖 但市底是好 为什么呢? 看看北水吧 昨天吞吞了 你还说不好? 所以今天一看 如果不看北水的话就沽了货 接着是争取、考虑、留意 很简单 今天版派升幅不是很多 观众体版派升幅很多 因为最主要是说 百度向华为买芯片 即是开始真正来一个很确切的 是真正在中国替代 一些高阶的芯片 不是低B的东西 所以软件服务可以好 还有就是中学企业、农业 你不要管它 汽车看看去到哪里 因为现在汽车也有一个重要的板块 现在汽车还没找到 先去到地产 地产就去到这里 然后就是汽车 到这里 银行到这里 暂时来说 今天 今天 浮流氢 半度看股 接着 就是一些其他 其他意思就是软件 石油的天然气 就是下来了 石油的天然气 最主要是一件事 油价不能看它 会去到那么多 因为其实大家现在是制住不生产 所以制住不生产 就不是需求太多 制住不生产 当油价一升得很多 他们的生产又会 多一点点出来 所以就不能要求油价升得太多 只有当它生产不了 而要求厉害 油价才会急急飙升 现在人人都是 因为最主要的生产者 都是垂着铺头带 对不对 当你一需要的时候 就松松就可以搞定了 好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 一个就是 个别的板块 不是个别的股票 个别股票 个别股票的时候 小米升得最多 日米生米升得最多 还有一些中心国务票 还有就是一些中心国务票 升得最多 然后再看看大股票 大股票 大股票在今天突然间 一声升到这里 就由这里也升到这里 就像这里 就像这里 一声升到这里 在挑战的保利通道 是上轴 保利通道的上轴是182 一百二三九 就是当你一百二 中轴是175 因此应该是 一百二至175之间的徘徊 我个人的倾向都是 这几段都在说 是会升上去的 为什么呢 你看这里 成交量是大了的 虽然人们说 它沽下来 沽下来的时候 你要有一样东西 有人摘你的货 这里摘了之后 接着就升了 这里摘了之后就升了 所以这些摘了之后 这里摘了之后就升了 这里摘了之后就升了 这里摘了之后 后面也可以放松了 后面都可以望胸上升了 下来就如何做呢 大致一星期之前 我们可以在法梦派 第一件事 看看 如果升过这里 那就很好了 升过这里 就是182 当时的东西仍然在这里 如果他在底下做了一个底 这是一个底,很实在的底 几多日? 1,2,3,4,5,6,7,8,差不多9天,10天 有9天,10天的话 你不让他升回9天,10天 你真的对不起我 如果他升回9天,10天的话 当你这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八天,九天 所以185至190是可望的 日后有两个关键位 一个关键位就是这里 对不起,这里 这个关键位在这里 那个位置是182,8,3 另一个关键位就是这里 这个关键位就是188 这个182,8,3 其实还是牵涉到这里的低位 182,8,3,8,3 这里附近的位置 这里就是182 所以如果突破了这里的话 突破了这里,突破了这个通道的顶 其实已经是在挑截之前 这里曾经一度成为的支持是跌穿了 成为阻力,突破这里的阻力 突破这里的阻力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在这个阻力的时期 我们将会怎样看到呢 很简单啦 如果你是这个梁 这个是这样的 当它是双顶 什么顶也好 这样的话 你就由168 去到这个是182 那你将它在这儿就起到这儿 再加上这儿 所以在这儿 大概是2000点左右 目前这里来说 我们一起看 一个是下降轨 就在这里了 再跟着另一个下降轨 就在这里了 今天是突破了这一条的下降轨的 所以后市是比较上面 是可望好少少的 好了 那可望好少少 看什么呢 看第一 中国软件 下软件估好 所以看